刚才带您看到 昨天啊 真的好多地方都好热好热 许多地方的高温都突破了32度 而就因为高山对流旺盛 嘉义的阿里山 还有南投雾射再次降下了冰雹 阿里山地区的冰雹 只有大概粉圆的大小 不过雾射地区的冰雹 最大就有将近两公分 持续下了五分钟左右 民众看了嘖嘖撑起 大颗大颗的冰雹 打在地面发出声响 民众担心被打伤 也赶紧跑进屋内 下午一点多 南投雾射突然下起一阵冰雹雨 时间长达五分钟 当时气温还有21度 民众看到这个特殊景象 惊呼连连 而且冰雹停止后 立刻又出现大太阳 可是不要被弹道哦 小心哦 打到会痛哦 对 小心 还有阿里山也下起一阵冰雹雨 游客赏樱花赏到一半 地上突然噼里啪啦 落下许多小冰块 最大颗的冰雹 直径长达两公分 让游客看了真是又惊又喜 觉得好像下雨 出去看一下 就突然有那种冰雹雨下来 对流雨旺盛的话 大概多多少都会有啦 气象局解释 因为平地高温导致山区午后 对流旺盛 才会大晴天突然下起冰雹雨 特殊的天气意象 也让游客相当难忘